什么是事件 该事件可能是迄今为止 人类进化中发生的最重要事件 可能就在近期发生 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有人把这种事件描述为欣喜若狂 该事件是我们意识的 一种量子转变 对每个人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目前无论你是否意识到 每个人都在或已经在扬声 你以个人形式扬声 而我们以集体形式扬声 这个扬声过程是由许多不同层面 和持续体验组成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们为这最后的事件做好准备 这个事件很快就会发生 有可能在单一一个重大事件中爆发 为人类结束漫长的历史 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 据说该事件每隔两万六千年发生一次 这与时代变迁不谋而合 我们正巧赶上从双鱼座时代 过渡到水瓶座时代 据说这个突如其来的银河脉冲 是一个会改变人类振动频率的太阳事件 高频率会让真相浮出水面 让人应接不暇 这意味着洞察力 智慧 知识 通灵能力和意识的全面提升 该事件会释放我们中央太阳发出的光彩夺目之光 在过去每次发生这种现象时 都会触发人类精神进化的巨大飞跃 这次太阳脉冲事件 让物质 能量 意识 和已知的生物生命 启动他们的转化过程 我相信 在该事件发生后 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 害怕去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 就在该事件发生的这一刻 仁慈力量将接管所有通信和全球电波 同时开始向大众公开披露 他们发布的信息 包括关于我们的秘密太空计划 阴谋集团犯下的非人道的反人类罪行等 同时 我还相信 相关证词视频会向大众播放 揭露出我们是如何受到撒旦议程控制的 这个时刻 大规模逮捕会发生吗 我个人认为 大规模逮捕将发生在太阳事件之前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准备的吗 美国国会两党中都会有人遭到逮捕 我们确信 这些罪犯永远不会再掌权 如果你在持续关注 你会看到逮捕正在发生 在逮捕发生的同时 另一重大转变也会发生 这跟全球货币重置有关 有人称之为Gisara Nisara 有些人认为 这种货币重置属于新世界秩序 是的 他们也想重置 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议程 这最终意味着 压迫 控制和暴政 会变本加厉 请记住 在撒旦黑暗议程 和以光为宗旨的解放议程之间 我们正注意到这个冲突 以光为宗旨的议程需要重置 实现可持续治理 这样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将受益 最终获得自由和解放 我们的全球经济总量将恢复用黄金进行衡量 废除只对黑暗势力有利的 虚假菲亚特系统 受到压制的技术将得到应用 免费能源技术会逐步向大众发布 许多阴谋集团秘密太空计划使用的技术 也会向大众公开 地球丰富的资源会分配给每个人 我们的生态系统将恢复生机 此外 随着地球重新教准到它的初始频率 所有在身体和心理层面上的疗愈开始发生 人类的衰老过程突然变缓 处在那些更高为平面中的执政官遭到清理 他们在这次转变中拥有的任何关系都将失效 战争成为历史 在我看来 有些人会转变 扬生至五地 而许多人将在他们的扬生之路上继续前行 继续在三地物质世界中体验 许多人会体验到他们的克莱尔 如心灵感应和千里眼被激活 许多人相信 首次接触就要来临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只要有足够的人赞同外星生命存在这一事实 承认他们在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首次接触就会发生 在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不论在墓前 墓中还是墓后 这些仁慈的银河外星文明一直在帮助我们 随着当前局势的发展 这些英雄将在名为首次接触事件中 与公众见面 最终 人类将纳入银河联邦 这就是计划 同样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这种转变 正如你所看到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 许多人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许多人仍然受困在旧有结构中 拼命地挣扎着要留在那里 改变对于许多人来说非常困难 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智慧就是适应转变的能力 任何物种如果停滞不前 只会遭到淘汰 这些较高频率逐渐受到更多人欢迎 让他们感到更放松 但每个抵制去转变的人都将自食其果 对于那些抵制这种巨大频率激活的人 他们死后将在能产生共振的星球上继续灵魂进化 没有人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通行证 因为正在发生的事件太重要了 这只是更高频率存在刚刚开始 一个新的星球可以从身体 心理和精神上疗愈你的星球正在升起 该事件将助推我们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现实 我们现在正为此做好准备 光之联盟掌控着大局 怀着兴奋和乐观的心情观望着 等待着目睹人类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很多人都在问想知道这个事件什么时候发生 我相信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个重大因素是地球在占星树中的位置 其他因素还包括新系统投入使用准备工作 以及人类角色发生深切转变的程度 我也相信在该事件真正发生之前 光明势力需要完全掌控一切 执政官网络需要彻底清除 我们受困在其中的 围在地球周围的能量网络也必须完全拆除 人类将迎来解放 存在于那层面上的执政官已经倒台 他们通过业力过程 植入物和人工智能技术 一直在阻碍人类的精神进化 控制了人类亿万年 事件会发生 他写在信心里 写在许多古代文本中 写在圣经里 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曾发生过 而且都与地外文明相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